2024年 实体店的新风口就是同城特卖 而且已经引发了众多商业精英的激烈竞争 你是否察觉到周围的特卖店铺越来越多 更有商家一览关闭了长期经营的便利店和超市 转型为专注于特卖临时的仓库式经营 他们巧妙运用5至10个同城账号 结合短视频的引流效应 每日销量轻松突破300多百单 等到半年内就完成了7万单的销售成果 那么同城特卖究竟是如何创造这一奇迹的呢 答案在于其独特的成本控制策略 通过仓库特卖的方式 商家大幅降低了租金和能源成本 使得商品价格更加亲密 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同时同城矩阵式的营销策略 进一步提升了店铺的曝光率和到电力 实现了销量与利润的双能场 这种创新的商业模式不仅为商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更对同城的竞争对手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成本和销量的双重优势下 商家能够轻松击败竞争对手 迅速占领市场份额 因此 未来的商业竞争将更加注重 成本控制和营销策略的创新 谁能在这些方面领先一步 谁就能赢得市场的青睐 如果你看到这里 就说明你是真心想搞好自己生意的 选择对的形式很重要 我以为我的定位团队 共同助力尽赏 只成为家喻户下的品牌 将飘飘奶茶的经理广告 其背后的策略也源自我们的定位理念 我们积累了众多成功的商业案例 每一个都见证了定位理论的力量 今天我诚挚地要求你一同探索 这一定位理论的奥秘 我精心录制了一套线上课程 定位解决竞争 就在左下角的365里 无论你是初出茅庐的新手 还是至今紧张 但怀揣梦想的创业者 这套课程都将为你提供宝贵的启示 这门课程聚焦于两大核心问题 首先 它教你如何选择正确的商业领域 避免不必要的弯弱 让你在创业的道路上更加顺利 其次 它知道你如何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 从同行中展露头角 尤其对于那些在2023年没能赚到钱 想待在2024年大展拳脚的人来说 这门课程无疑是一展指引你走向成功的明灯 它将帮助你抓住时代的红利 实现个人与事业的双重飞跃